接着再来看电影《一夜成名》在北京宣布开机 在发布会现场的主演黄胜一和维塔斯 却闭口不谈有关电影的内容 这葫芦里到底卖的什么样呢 看一下 据悉《一夜成名》将成为第一部国内原创音乐剧电影 主演黄胜一对电影给予了很高的期望和评价 这个片子其实是 不是一个大家想象的一种很主流的这样的一个商业片 它是一种类型片 我觉得是一个很新领的一个尝试 发布会上到场的几位主演纷纷亮出看家本领 献上了一出精彩的才艺秀 以高音出名的维塔斯反倒变起了魔术 开机发布会上几位主演和导演闭口不提有关影片的情节内容 在主持人的再三询问下 黄胜一简单介绍了电影中出演的角色 据黄胜一透露 在剧中将与维塔斯又唱又跳会有不少对手戏 黄胜一显得很兴奋和期待 它挺神秘的啊 然后我觉得它笑很迷人啊 然后应该可以 应该可以迷倒很多女生吧 会唱会有很多唱还有很多跳 而且也会是一个很新领的组合和搭配 这个是我很好奇的 其实不要说观众没有我自己都会觉得 比如说想这个东西出来会是什么样一个东西 在影片中 维塔斯将本色出演一位国际巨星 这个神秘人物对剧情推进十分重要 此前维塔斯在花木兰和建党委夜两部中国电影中 都有客串戏份比较少的角色 此次维塔斯将在一夜成名中大展身手 据导演透露 维塔斯将在剧中有中文的台词 维塔斯当场毫不吝啬